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马太福音11章 1-30节 耶稣只是十二个门徒的话说完了 就离开那地方 继续到附近各村镇 教导人和传福音 施洗者约翰 在监狱里听见了关于基督的工作 就派他的门徒去见耶稣 问他 你就是约翰所说将来要来临的那一位 或是我们还得等待另一位呢 耶稣回答 你们回去 把你们所听到所看到的 报告约翰 就是瞎眼的看见 跛脚的行走 麻风的捷径 耳聋的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听到福音 那对我不疑惑的人多么有福啊 约翰的门徒走了以后 耶稣向群众谈起约翰说 你们从前到旷野去找约翰的时候 想看的是什么呢 是看被风吹动的芦苇吗 你们究竟出去做什么呢 是看衣着华丽的人吗 穿这种衣服的人是住在王宫里 那么你们出去看什么呢 看先知吗 是的 可是我告诉你们 他比先知还大 他就是圣经上所提到的那一位 上帝说 看吧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坐你的前驱 他要为你开路 我实在告诉你们 在人间没有比约翰更伟大的人 但是在天国里 最伟小的一个都要比约翰伟大呢 从诗习者约翰开始传道到今天 天国遭受的猛烈的攻击 强暴的人企图夺取他 到约翰为止 所有先知的书和摩西的法律 都讲论到天国的事 如果你们愿意接受他们所说的预言 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了 有耳朵的都听吧 至于这世代的人 我要拿什么来比你呢 他们正像在街上玩耍的孩子 其中一群向另一群喊说 我们要为你们奏婚礼乐曲 你们不跳舞 我们唱丧礼哀歌 你们也不哭泣 约翰来了 不吃不喝 大家说 他有鬼附身 人子来了 也吃也喝 大家却说 他是酒肉之徒 跟睡棍和坏人交朋友 但是上帝的智慧 是从他智慧的果子彰显出来的 那时 耶稣谴责曾经看见他行过许多神迹的城市 因为那些地方的人没有悔改 他说 哥拉逊啊 你要遭殃了 伯塞大啊 你要遭殃了 我在你们当中行过的神迹 要是行在泰尔汉西顿 那里的人早就 匹马蒙辉 表示他们以弃邪归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在审判的日子 泰尔汉西顿所遭受的惩罚 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轻呢 至于你 加百农啊 你要把自己捧上天吗 你会给摔进地狱去 我在你们那里行过的神迹 要是行在所多嘛 他今天一定还存在着 我在告诉你们 在审判的日子 所多嘛所遭受的惩罚 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轻呢 那时候 耶稣说 天父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像聪明 有学问的人所隐藏的事 却像没有学问的人 启示出来 是的 天父啊 这样的安排 都是出于你的美意 我父亲已经把一切都给我 除了我父亲 没有人认识儿子 除了儿子和儿子所愿意启示的人 也没有人认识父亲 来吧 所有劳苦 背负重担的人 都到我这里来 我要使你们得安息 你们要负起我的恶 跟我学 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 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到安息 我的恶是容易附的 我的担子是亲神的 有时候基督徒在分享 病的医治 耶稣的医治 或是超自然神迹其事 那耶稣是我们救主啊 那可是有些非基督徒 他们却不以为难 甚至他们认为这是 湖中乱掰瞎掰的天方夜谭啊 其实在耶稣的时代 很多犹太人也不相信 耶稣就是弥赛亚救世主 虽然耶稣有使瞎眼的看见 瘸腿得以行走 神复活 但是还是有些人不相信耶稣 如同圣经在二十节所描述的 耶稣在一些城里行了许多异能 那因为城里的人不肯悔改 那今天世代还是有许多人 不愿意相信耶稣 真的即便见到神迹其事 还是有人不相信 往往是生命当中遇到一些困难了 五路可走了 才开始思考信仰的问题 和人生的方向 那家庭当中有人信了耶稣以后 他们就担心他家人的不信啊 然而若不是圣灵感动 谁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主呢 当时犹太人有许多不相信 耶稣就是弥赛亚的理由啊 非基督徒有很多人 不相信耶稣的原因 但是人心这样坚硬的石头 什么时候会软化呢 教会能够在这个世代 就是除了祷告 认真地传福音之外 就是祷告啊 求圣灵动工 也为台湾教会和台湾代祷 我们必须要悔改 真实的悔改 耶稣的时代 他们不悔改 失去了机会和盼望 我们这个世代 求主怜悯 让我们能够在紧要的关头 为台湾代祷 神是怜悯我们的神 有太多劳苦担重担的人 需要耶稣 薪资不够用啊 经济压力太大 物价的波动 工作量大到喘不过气来 必须照顾老人 也要兼顾家庭孩子 没有自己的住宅 常常要被迫搬家 甚至我们的国家 一直受到对岸中国的威胁 我们需要得到安息 得享真正的平安 若是没有相信耶稣 永远就会在恐惧担心 无安息的状况 愿我们一起来为台湾祷告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